大家好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15号星期一结束了 那应网友的要求呢 咱们今天就聊一下一带一路这个话题 其实也就是中国引领全球化的这个话题 这几天呢 这个国内媒体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最大的事来报道的 报纸、电视、网络塞满了每一个角落 那我浏览了一下海外媒体的评论呢 基本上也是把这次论坛当成中国塑造自己全球化领军者的这么一个表现 我今天重点想谈一个问题 就是在当前的背景下 美国已经退出了TPP 川普政府逆全球化而动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高调接过了全球化领军者的接力棒 习近平还承诺要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提供一千亿美元的资金 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领军全球化是一个好事呢 或者有多少朋友觉得现在中国成了全球化的领头大哥是一件大好事 当然你按照国内媒体的说法 那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 美国自费武功 自愿放弃全球化领头大哥的角色 那正是中国崛起之时 不过我们在西方留过学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里的学术训练 它讲究一个概念叫什么呢 叫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思维 你看问题 你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看 只从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 你得换着角度去看 最后得出这个结果 综合起来衡量 你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理智的判断 那么我今天想说的就是 发达国家 这些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问题 比如工作机会流失 外国进口商品对本国制造业 对本国某些特定产业所造成的冲击 这些事情中国会不会也同样经历 或者说在领军全球化未来的那个过程中会不会经历 再或者说这些问题在中国眼前 哪怕不严重 未来会不会变得严重 至少这些问题我没有看到国内有学者认真的讨论 而国外媒体的关注点呢 目前也是说中国政府如何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的问题 很少有人去关注全球化过程 对中国自己的经济 对自己的民生所造成的负面出击 按照过去的经验看呢 这些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 普遍经历了贫富差距扩大和中产阶级萎缩的过程 究其原因就是全球化它要求资本的自由流动 于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 他们的精英就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机会 让投资到那些发展中国家去 那些国家的土地成本低 劳动力成本低 而且环境成本也低 所以它投资可以获得更多回报 资本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所以大量的资本流到发展中国家 造成发达国家自己的工作机会也被带走 工厂被关掉 所以本国的劳工阶层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大量的工作机会流失 那么这个结果是造成欧美民粹主义兴起 反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当然中国现在并不是发达国家 但是相对于越南印尼来讲 也是先发了几十年嘛 就是有一个几十年的先发优势 至少也是早于他们先实现了工业化 相对于印尼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来讲 中国大陆还算是发达的 那全球化所造成的制造业外移 工作机会流失的问题 难道在中国就不会发生了吗 我所查到的资料是2015年 对越南15个城市平均工资的调查 就是在越南15个大城市 河内海防西贡这些城市 2015年他们的平均工资 是12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而2016年第二季度 中国34个大城市的平均工资 是7200多人民币 这是季度工资 平均到一个月就大概是2400 算起来比越南多一倍 这是大城市的平均工资 制造业跟这个相近 从全国范围来看 中国的基本职业的平均工资 是越南和菲律宾的1.9倍和2.2倍 也就是说全国范围内看 这个中国的平均工资 比越南菲律宾大概高 出去一倍 这和大城市的比较数字 是基本一致的 所谓基本职业 就是不需要高学历 不需要很复杂 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训练 通过相对简单的职业培训 就可以上岗操作的这种制造业和服务业 也就是综合起来看 中国的劳工成本 比东南亚高出去差不多一倍 这个或者一倍还多 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情况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啊 那么美国工人的工资 是中国工人的多少倍呢 我今天早上搜了一圈 没有找到太明确的数字 我看到一个非正式的数字 是说2016年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薪 是2000美元到4500美元之间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 145人民币一个月到3万一个月之间 那比起来呢 这个数字是中国工人的 平均月工资大约五倍 但是你别忘了 美国的生活成本折算成人民币 也是比较高的 食品价格中美差距未必有那么大 但是很多日常服务在美国要贵很多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纽约 纽约的一张地铁车票 单程就是两块七毛五美金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十多块 就一张公交车票 在纽约上托儿所 一个月要1000多美金 算成人民币也至少得七八千人民币吧 在加拿大这个托儿的费用也是很高的 这是很多这个职业家庭 就是父母都在上班的 这种家庭的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所以折算成购买力呢 美国工人的工资比中国工人就高不了那么多了 你要比较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数字呢 意义还不是那么大 因为美国州与州之间差距比较大 中国省与省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主要比较的是大城市 制造业比较发达地区的工人的工资 那我所查到的一个非正式的折算吧 就是在长三角中国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一个熟练的产业工人 他的实际收入折算起来 大概是美国东部工人工资的50%到70% 也就是说美国东部工人的工资 比起中国东部工人的工资已经高不到一倍了 那我觉得这个估算呢还不算太离谱 好那么结合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就是中国的工人工资和东南亚的比较 那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人的工资 比起东南亚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人工资 高出去了不止一倍 而美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人工资 比起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人工资 实际能不能高出一两倍 已经难说了 当然这个话说起来比较拗口 那么希望我已经表达清楚了 也就是那么按理说 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有迁移出去的动力 对吧 因为民营企业嘛 它对劳工成本更加敏感 那么中国如果接过了全球化领军的 接力棒它开放国门 也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话 那么美国所面临的制造业工人 工作机会流失的情况 在中国马上也会同样面对 就是得出这么个结论 可是我们刚才只是比较的人工成本 除此之外还有环境成本和制造成本呢 在中国的大城市 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 已经出现了过度工业化的问题 这个生态环境已经难以承受了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它所承担的这个经济成本相应也很高了 政府摊派的支付费不说 现在动不动就让你停产吧 就一会儿G20峰会 一会儿APEF峰会 好工厂一年12个月 结果一停产一年就让你停产两个月 那没有企业能受得了啊 所以中国企业迁移到海外的动力 我认为不仅有 而且对某些特定堂业来讲 可能还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如果现在中国能够 让资本自由流出的话 那恐怕很多企业早就跑路了 你看中国这边东部地区 它的人工成本 比起美国的东部地区 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但是中国这边科捐杂税很多 动不动还让你停产 还动不动还给你来个民族主义 让抵制这个抵制那个 而美国那边呢 它在给企业减税 而且你在美国生产 产品销售到美国市场 能够节约大部分运输成本 土地成本算下来也比在中国低 基础设施还比在中国好 而且还没有这个民族主义 要抵制这个抵制那个的问题 还没有强迫让你停产的问题 在美国的问题嘛就是工人工资要高一点嘛 再有一个麻烦呢就是有工会 就是麻烦多一点 你想让工人随便加班 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做到 但是算下来呢 对很多企业来讲 恐怕还是把工厂迁到美国去反而划算 所以中国这个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商 服药玻璃从去年开始就大规模投资 在美国的俄亥俄建厂了嘛 所以全球化的一项核心内容 是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中国要真的融入全球化的话 那马上就会面临着这个大量制造业 从中国自己迁出去的问题 有可能迁到美国去 那有的可能就迁到东南亚去 就会面临这问题 除了资本流出带走工作机会 造成中国工人失业的问题之外 还有外国产品低关税零关税进入到中国 给中国自己的若干产业带来冲击的问题 这方面呢 我就更少看到有综合全面的研究了 我们只能从具体行业出发 以农业为例 中国的广东广西 福建云南海南这五个省都产热带水果 那么这就和东南亚的热带水果 形成了竞争关系 那么中国政府和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后 那么东盟的热带水果 低关税零关税进来 那中国的农民 你说能不受冲击吗 这方面呢 我看到的报道可是却非常的少 我查到一篇2012年的文章 叫东盟水果冲击广西农业 另外还查到过2015年5月海南日报的一篇文章 也是说东南亚水果冲击海南的热带水果种植业 大家知道日本政府啊 它是很积极的推动TPP的 对吧 但是呢 日本的农民不干 因为日本农民 它是小农场经济嘛 日本那个国家 它缺少大片的耕地 很多是山地 所以它没有规模优势 而北美呢 它是大农场经济 它是规模化操作 机械化操作 那么外国的农业产品一进来 很容易就把日本本国的这个农业经济 这些小业主给干死了 所以日本农民就反对TPP 我们经常看到媒体报道 日本农民有抗议有示威什么的 可是东南亚的水果 台湾的热带水果 对中国南方五省所造成的冲击 我们却很少看到有媒体报道 更加看不到有农民上街示威抗议 完全悄无声息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政府管着嘛 政府做出的决定 给你农民造成多大损失 你能抗议吗 你能上街反政府 你能有权利要求政府 去纠正这个已经签订的贸易协议吗 你完全没有这个发言权嘛 所以经常有人说啊 你这个民主人权又不能当饭吃 你天天说它干什么呢 这样看起来 这个民主和人权还是能当饭吃的 而且还是能当很重要的饭吃 你没有发生的机会 政府签订一个贸易协议 把你们自己全都干死了 你也没有机会发生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当然以上所谈到的问题 是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 开放国内市场所带来的问题 但是现在一带一路 离走到那一步 确实还差得很远 现在谈一带一路 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础设施 投资的问题啊 就主要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修铁路修公路的问题 这个过程呢 我想至少要持续个五到十年 那问题是你修路修完了呢 修完了以后 难道只准中国的产品运到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去卖 那人家的产品 你不准运到中国来 把这些外国的商品 仍然是挡在这个中国市场之外 那人家能干吗 人家就会说 你修路只是方便 把你的产品运到我这来赚我的钱 不准我去赚你的钱 那我傻呀 当然你现在要给他投资 修基础设施 他自己国家没有这个资本 那他当然很高兴了 可是你修完路以后 中国如果不能开放自己的市场 真正的融入全球化 那你实际上就扮演不了 这个引领全球化 领头大哥的角色 那这种时候 矛盾就会大了 除了这个货品流动之外 资本流动也是一样 你路修好了 物流方便了 那中国企业 去这些劳工成本低的国家 投资设厂 也就更方便了 因为生产出产品以后 他通过很方便的交通 就可以去运到那些发达的经济体去卖 而在这些劳工和土地 成本都很低的地方 设厂它的生产要素价格低 自然你资本回报也就高了 到时候中国的企业 它牵出去的动力也就更强了 那那个时候 你还要管制外汇的流出 不准它汇兑出去吗 那压力相应也会大了 所以很多中国人 他就觉得中国特殊 要我说 也没啥特殊的 就是别的国家 在全球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问题 中国也同样会遇到 共产党的思想 它是有个自相矛盾之处 它一方面是讲 辩证唯物主义 讲这个客观规律就是规律 啥叫客观规律 就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又说中国这样特殊 那样特殊 国情特殊 历史特殊 好像让人民相信 它就可以 共产党可以超越这些客观规律一样 在所有的国家 它都有经济周期 有它的繁荣期 有衰退期 好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这个经济就是永远繁荣 只增长不衰退一样 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忧虑和风险 关于一带一路项目的 但是我要声明一点 我不是说这个一带一路 它就不是一个机遇 它这个项目操作好了 是有可能给国家也带来利益 但是我反对一面倒的说好 就是特别它只给你描绘美好的蓝图 至于这个全球化过程中的风险和陷阱 全球化这个过程给中国自己的民生 给陡生小民生活所造成的某些负面冲击 它一点都不跟你说 这方面的消息 我不仅在国内的媒体上没有看到过 我也很少看到有国内的学者 真正严肃认真地讨论过 也许有 反正我很少见到 咱们也别把话说太绝对了 那么这样一种风气 我认为是不利于培养社会的健康理性的 其实从这个一带一路的规划出发呢 我也想分析一下习近平这个人 因为不断有网友问嘛 我之前说过 习近平和前两代的中共领导人不太一样 他还算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 他还真有想比肩古代帝王的想法 那有朋友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呢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那这个一带一路的规划蓝图就是一个根据 只不过说到这儿 我今天又没时间了 所以咱们看一看 今天晚一点 如果我有时间就再录一段 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